大陆民众消费升级 只要是好东西不怕没人买 也不愁找不到资金 要做生意呢 现在不一定只能够向银行借钱 有不少案例是用众筹的方式 也就是向民众来募资 北京有一位台商呢 他本来是卖电脑 但后来市场饱和 他就运用众筹的方式跨界 开了高档的SPA会所 目前在北京上海还有二线城市 总共开了31家 花了8年时间 冲到了2亿人民币的营业额 他说现在在大陆 你不怕找不到钱 最怕的是没有好点子 甜美的服务生迎接你 进入这高大上的会所 这是北京三旅团附近 一家台湾人开的SPA馆 每一个房间都有 它自己不一样的主题 包括刚刚你们看到 那个叫石器时代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有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叫华尔街 那这是顾名思义的 其实我们所有的主题 现在都是为了商务族群 去进行设计的 SPA馆占地大约250坪 10个主题房间 每一间的风格都不一样 这间房间叫做 不孝山庄 它是来自于一个 电影里面的一个场景 每间按摩房 至少都有10坪以上 空间宽敞 装潢宛如五星级饭店 每个房间都有真空管音响 做脚底按摩的房间 配备皮椅 和播放高清电影的大荧幕 全身按摩的房间 全都配有浴缸和淋浴间 人均消费六七百人民币 相当于3000台币 吸引中产阶级客群 很有格调 而且非常漂亮 作为我个人的话 我是很满意 很喜欢 王玉智创业八年 在大陆开出31家 从北京开到上海 开到二线城市 做到两亿人民币的规模 他以高端养生服务 在大陆竞争激烈的 按摩行业中 做出特色 并且以群众募资的 众筹方式 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我们一般众筹的 一般的额度都是在 大概400到500万左右 对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 每次众筹呢 做完之后呢 他都是超额认购到 至少1500万到2000万左右 王玉智说 在大陆不怕没钱 只怕没创意 只要是好的产品 不怕找不到资金 他31家店当中 有5家店是众筹而来 又是股东又是顾客 投入多少 差不多30吧一共 他投入大约100多万台币 不但可以领取收益 还能按摩 像他这样的小股东 总共有100多位 众筹的方式 为业者快速筹集资金 近年在大陆 有不少成功案例 王玉智把品牌 做起来之后 陆续有12家店加盟 有不少加盟商 来自二线城市 我们在郑州的人均 去年9月份开业 到现在人均消费客单价 大概都是在350左右 中国二三线城市 因为大家都是在 这两年很热议的 一个消费升旗 在西安的 SPA行业里面不贵 最多算一个中央 中等水平 王玉智本来在美国 经销电脑 八年前 他意识到电脑产业衰退 而来到大陆 因为找不到喜欢的按摩馆 决定自己开 没想到开创他 职业生涯的第二春 在大陆消费升级的趋势当中 他找到成功模式 喊出要在大陆 开出5000家的目标 并且打算上市 大陆消费 替虚宜